我們再來關注台中 有圓警在公園路段看到一輛小客車微停上前盤查 但是沒想要證明駕駛人其實是一名吸毒犯 被攔檢心虛猛踩油門衝撞警車甚至飆速逃逸 最後因為車輛爆胎汽車 還好支援的警力及時到了現場 順利將嫌犯帶回派出所依法總辦 圓警攔查微停車輛上前盤查 駕駛人假裝配合警方 沒想到下一秒突然打開車門 來 你留車子 你留車子 先把警察撞倒 接著蒙菜油門加速逃離現場 也不管前方還有車輛 沿途蛇行跨越雙黃線大轉彎逃跑 原來駕駛吸毒拒检逃逸 忽左忽右一路危險狂飆 還將毒品吸食器丟出車外 試圖要回尸滅機 這名毒蟲最後因為左前方車輪爆胎 無法動攤 在溫翔與太平街口汽車逃逸 而援警接獲通報趕往現場制服 還好警方被撞到沒有受傷 而毒販也被逮 全案依照公共危險 妨害公務毒品等罪移送法辦 記者張愁偉高雨滴報導